国宇2021年总结,完成奥运任务,队伍软实力提升 2021年对于国宇而言,是非常特殊的一年 因为疫情和世界雨联赛程安排 国宇的赛程全部集中在下半年 奥运会,苏迪曼杯,汤油杯和世锦赛首次集中在同一年举办 大考无疑是东京奥运会 为此,国宇制定了5个单项冲击冠军 保一针二冲三的金牌目标 最终有14人获取9个参赛资格 在时隔18个月,没有参加国际比赛的情况下 打进奥运会全部5个单项的决赛 收获2金4银,10人拿到奖牌 国宇女单时隔9年再次奥运登顶 23岁的陈雨菲,用冠军证明了国宇女单的重新崛起 混双决赛,王毅律,黄东平与郑思维,黄亚琼奉献了一场堪称教科书般的比赛 最终黄亚组合笑到最后,拿到了运动生涯至今最重要的一场胜利 东京奥运会5个单项决赛,平均时长57分钟 最长的是女单82分钟 最后陈雨菲获胜,国宇狠抓体能取得了成效 同时,面对主要对手日本队 中国队没有受到空场比赛 以及比赛单程路途一个多小时等因素影响 其中重要原因就是赛前举办了对标6个东京的模拟赛 通过模拟东京的比赛环境,比赛用球,比赛时间,班车时间,比赛周期等 调动运动员克服困难的能力 调动运动员的生理,周期适应能力,取得了良好的成果 国宇的表现,也获得了其他国家和地区参赛选手的称赞 收获了友谊 老将陈龙在双脚磨出血泡的情况下,依然坚持到南丹决赛 尽了最大努力 丹麦选手阿萨尔森夺冠后,主动与陈龙交换球衣 并对他表达了敬意,像这样的细节,在东京奥运会还有不少 国宇体现了奥林匹克精神,展示了中华体育精神 回国结束隔离之后,国宇又投入到四年一次的全运会中 陈宇飞,黄鸭组合再次登顶 全运会结束,队员们就马不停蹄地前往欧洲征战团体大赛 2021年10月3日,在芬兰万塔 面对两年前苏迪曼杯决赛相同的对手日本队 国宇大比分3比1胜出,成功未免 比赛恰逢国庆节期间,国宇用冠军为祖国72岁生日 献上了一份生日礼物 随着中国队第12次捧起苏迪曼杯,也诞生了7位新的世界冠军 他们分别是何继婷,谭强,陆光祖,何冰娇,郑宇,李问妹,冯燕哲 其中在小组赛搭档杜月初战混双的小将冯燕哲 成为中国队首位00后羽毛球世界冠军 苏迪曼杯后,国宇又在丹麦奥胡斯举行的汤油杯上有出色表现 女队与日本队在决赛熬战5个多小时 全队团结一致,3比1逆转对手 时隔5年重夺游博杯,历史上第15次捧起游博杯 凭借这次夺冠,中国队又新增了4位世界冠军 韩月,王芷宜,刘玄炫,夏玉婷 男队在汤姆斯杯决赛上不敌老牌竞旅意尼男队 获得亚军 在苏迪曼杯和汤油杯中,国宇大胆启有新人 队伍平均年龄仅有23岁 2021年12月进行的世锦赛,在陈宇飞,王易律,黄东平 三位东京奥运会冠军缺席的情况下 国宇夺得一金一银二铜 经历了东京奥运会决赛失利后 陈清晨,贾亦凡愈发成熟 第二次拿到世锦赛金牌 女单和冰交,张艺曼闯入四强 时隔10年世锦赛女单四强,再出现两名中国球员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国宇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学习活动 促进队伍政治素质提升 更加坚定了完成奥运会任务 为国争光的信念,提升了队伍的软实力 虽然国宇在2021年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 迎接巴黎周期更加严峻的竞争形势 面对更大的挑战